OK 今天我来到U后 我今天租一个trailer 拖在车后面的箱子 今天帮人家搬一个家 试了一下我朋友的福特1F150 它后抖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 其实像我们这种车SUV 你看如果后抖全放倒的话 我觉得长度其实还要比F150这种皮卡还要长一些 但是当然F150的优势就在于 它后抖里面比较平整 然后它高度比较高 你可以往上堆 然后拿绳子绑紧以后就好 但是其实还是不是够大 今天我们租一个超级大的箱子 看一下 OK Let's go OK 连接完毕 OK 刚刚里面妹子帮我了 这边女生真的是力气很大 直接帮我把这个抬起来 真的好大 绝对要比这个pick up要大很多很多 OK 出发 OK 出发之前我先清一下油耗 我看看拖着东西到底油耗高多少 OK 其实开这种trailer最难的不是开车 最难是倒车 大家来看一下 我倒的虽然不太好 但是总算还是倒成功了 差不多打了我差不多五六把吧 还行 OK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相比皮卡 空间大了多少 皮卡基本上装四个 装四个这个抖就差不多满了 这个你看看能装都满了 OK 看看我这停车 我都自己都惊呆了 看看我占了几个位置 没有办了 OK 这个U后 trailer 我就觉得有几个优点 首先它这个有 其实还是带一个刹车的 非常好 而且是自动刹车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一制动的话 它会一推 然后连接这个线 然后会给它刹车 对这个车体非常宽 大家能看到轮子都在外面 所以说这个整个一个盒子 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长方形 这样子的话 你有些东西可以靠边放 然后就不会顶到这个轮子上面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OK 但是有这个东西的缺点 就是你这个开高速的时候 或者是开有些窄的区域的时候 这个车体超级超级宽 有几次我在那个路上开 稍微晃了一下 它这个轮胎就已经超出这个边线了 然后还被人低了喇叭 非常非常小心 OK 其他的呢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租这个车的话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后面是不带一个锁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搞一个锁 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 这个东西就一开 这样一开 然后这个一拉出来就可以 还是相当方便 总体来说呢 你在高速上开的话 基本上跟普通开高速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就是说你爬坡的时候 会感觉油門要踩到 踩多一点啊 然后这个刹车的时候 要提前预判一下 他呢就是说 感觉这个过有些 勾勾勾勾的时候 会后面会 哐哐哐哐哐哑 有点吓人 但是其实没有事 它这个东西还是hold挺好的 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loading 就是说你最好要把重一点东西放在前面一点 就是放在离你车近一点的位置 然后把轻一点东西放在后面一点 这个这个吹了车轮的前面 最好有60%的重量 然后吹了车轮的后面最好有40%重量 然后呢左右也得平衡 就是说你不能右边放特别重的东西 然后左边放轻一些东西 对其余的我觉得基本上还是非常好用 ok下面说一下难点了哈 最大的难点当然就是倒车了哈 ok建议朋友吧千万千万千万如果说你你不怎么会 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哈 不要走到那种死胡同里面去啊 尽量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啊怎么进去的 然后还从那一边出来就是绕鱼圈出来啊 这个东西倒车是非常非常困难 还有就是拐弯的时候 对你拐那些直角弯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好提前辆 就是说你一定要拐大弯对 然后这个trailer的确比我想象中的大了很多啊 很多人都回头看了说哇 这个车居然能拖这么大一个吹呢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哇我觉得我还是学挺快的哈 这个已经你看我把这车头折到这边来 正好对着这边啊怎么下火方便 然后还不挡人家路啊是不是有没有强不强 ok这就是今天战果全部全部弄完了全部弄完 其实我感觉搬进来挺多的哈 架构大的话我发现一分散就全没有了 ok给大家看一下土豪的房子 哇螺旋楼梯啊有没有 然后这里是一个中央控制单元 然后里面有一些这个 这个很不好用的这个中央这个 多媒体系统嘛算是不好用的 什么control 4 这个大玻璃啊 这里啊 这里就是最重的今天最重的一个东西哈 今天还招了一个人帮忙 否则根本抬不定了 这是一个沙发床对到时候可以 对可以把这个拉出来就成一个沙发床 可以多住一个人 ok然后呢这里啊洗手间 大家看一下哇这个挺简直无敌无敌的 然后这里有一堆垫子 这些都是室外来用的垫子 但是呢我怕这个到处室外给人家拿走了 所以我就先放了那个先放家里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看看这个橱櫃 都是米列的都是好牌子拍子的都是 然后看一下哇 然后这里啊这里是一个Propel 这里还有一个酒柜哇 你最爱的葡萄酒可以放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食物的储物柜 然后这里就是洗衣房 洗衣机不是很大但是基本上够用吧 对反正这里也不是住很多人的 就是就是土豪过来两三个人过来享受 然后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双车库 都有回应了感觉一下 有没有有没有 然后这个我超级羡慕这个 我超级羡慕这个东西 就让我的那个自行车啊 好远板就可以全挂在墙上了 很爽很爽 OK来来来看一下 OK我们又回到客厅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箱 哇感觉把这个冰箱塞满的话 可以吃个至少一个月吧 然后这里大门出去看看这景 高奥复修厂小河湖雪山蓝天白云 反正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 这里有个户外移啊 这个土豪对不对请朋友过来 喝着啤酒聊着天然后往这一坐 这个都是有软电的哈 哇 呼呼呼 看看 这才是人生啊 哦 然后后面的飞庸 对不对做着晚饭 香喷喷的这个菜香飘过来 是不是有没有 有没有啊 哇这里一台巨大的电视机 爽女 不过好像这个电视机比较老了哈 然后看水晶吊灯啊 然后这个螺旋楼梯啊 咱们上楼看一下 OK OK 上楼以后就变成这个地毯单元了哈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可以 还可以看这个大风景 哇 然后这里 这是有今天搬的比较轻的东西 这里倒是不重 对 两个小沙发 然后这里就是主卧了 来看一下主卧的这个 里面底下有个蛇 蟒蛇还是 然后这里就是主卧的这个厕所 哇 哇 看看这个浴室 还在座位呢 有没有 帅不帅 OK 哇 这个蹲坑 蹲坑和洗澡两不误哈 这个还能单独关门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主卧 主卧的床还没到哈 主卧床马上就到 然后呢 这个床垫先到了 然后再看看这一颗啊 摇摇椅 然后这个还带个遮阳板 这个在上面 看着看着书对不对 喝着咖啡啊 是不是 享受人生啊 哇太舒服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哇巨大的遗柜啊 虽然说这里很像一点窄哈 但是您看一下啊 由于这个镜子的关系 所以说让你有个错觉 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深啊 不过其实也是挺深的啊 那您看一下 如果你能把这个衣柜装满的话 我觉得你的衣服已经太多太多了 差不多一个一个月 每天不同样的可以穿了 来看一下啊 这里还有两个房间 这里有个好像小储物柜 对 对 这里呢是一个客房 对 然后客房 两个床垫是不是 然后客房呢也带一个这个卫生间 哇 有没有 冲林啊 加这个 泡澡都有啊 然后呢 不过这个设置有点奇怪啊 这个厕所的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不知道的人这个 如果没锁门的话 啪一开厕楼 直接把这个蹲坑的人打到厕所里去了 比较爽和这个 下面啊 这又有一个 这里是一个 这里到时候他们好像作为小孩的房间 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小衣柜 啊 然后这里还有卫生间 我去 不过这个是一个淋浴卫生间 对 哇 可以可以 OK 作为一个度假屋哈 这些这些房间呢都是应该有的 然后呢 但是这个做为一个这个威斯勒度假屋 我必不可少的是 Sun Deck 这里又有一个大阳台 哇 这个阳台 简直丧心病狂的大 哇 看看这个 哇 我感觉他们要买至少要买三到四套户外移才可以 那这里就是威斯勒雪山 然后这里就是blackhome雪山 然后这里还有网球场啊 哇 好爽啊 底下是我这个农民工的开的车 OK 想象一下哈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这边这边都盖满了雪 然后你在这边 对不对 跟几个朋友泡个澡 哇 然后 然后或者夏天时候哈 这里搞几张躺椅啊 老外 喜欢晒嘛 在这边晒一晒啊 是不是 看看那个雪山 我 生活都美好 OK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家够大的话 那你就得 你买很多很多家具来填充啊 这个 虽然说我今天搬了好像一大车 一大车的这个这个家具哈 但是 大家能看一下哈 是空空如也哈 啊 要给他塞满的话 估计还得再出个几万块钱嘛 对 不过呢 如果能买几种房子的人 这是一种享受啊 就是把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个房子填充填成一个这个dream house 对不对 刚刚把垃圾全部倒完 OK 威斯特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垃圾车的 因为这个雪天的话 垃圾车根本开不出来 所以说它有一个垃圾集中处理站 它分的非常非常细 像什么carboard啊 然后那个纸啊 然后还有 反正就是说 不可回收垃圾也分很多很多种 抖衣得来这边倒 OK 倒完了 终于搞定了 再做最后一次修准 我就准备一路开回温哥华了 OK 最后再检查一下这个 都都紧了 然后这个绳也挂好了 对 没有啊 OK 出发吧 OK 刚刚开考验我了 刚刚这个女的叫我直接把这个要倒在 精确的要倒在这个位置里 虽然有它指挥啊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靠自己能力倒成功的 先这个倒车其实还是有讲点技巧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说 你一开始要把它调整位置的话 需要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跟反正是跟那个你平常倒车是相反的 然后呢 你调整好它那个trailer已经调整好位置以后啊 然后你要马上再再像平常倒车那样倒车 就是方向得打回去 对方向得游一点 反正基本上 哎怎么说呢 我也说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反正我觉得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朋友们就是说开车技术还行的话 试个两到三次基本上就OK了 对 反正找空间大一点 尽量不要让自己stuck 对尽量少倒车还是 因为倒车还是挺麻烦的 因为毕竟这个trailer后面没有摆像头嘛 所以说你全得也靠自己的这个感觉 最好有个人再帮你看一下什么的会好一些 否则像我刚才 呃像我像我那次第一次倒车的时候就是 我离后面一个sine是挺近的 然后我就一直要下来看一下 离还离多远还能走多远还能走多远 然后这样子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OK今天就这样了 我是怎么这么看的 我会想让你再来看看 我看来 我跳到你这个节目 那是什么 我看来 你一定会有什么 我看来 我看来